所以這個程序裏面很簡單,我重複一次 由律政司第一個看 接著行政長官決定啟不啟動 法院有一個公平的審訊 行政長官再出一個移交令,整個程序才完 所以絕對不是任何一個人或者任何一個機構 就可以將這件事是完成到的 這個是一個程序上面,我希望大家理解 第二件事我要講一下就是那個保障 因為大家都很擔心那個保障是怎樣 政治犯是怎樣 在我們的條例那裏 其實我現在講給大家的保障 在那個條例全部都寫明 現時的條例,將來修訂的條例 這些保障是絕對不會有任何修改的 那個保障有好幾個,我重點講幾個 有一個最重要或者很多人 或者我覺得可能不太清楚的 我想在這裏講清楚一下 有幾個保障 第一就是我叫雙重犯罪保障 double criminality 這個保障這個要求其實是普通法的國家 普通法的法域都會是常常用的一個保障來的 換句話講,簡單講就是申請移交那個地方 它在當地是一個刑事的罪行 但是它那個事實拿到來香港 假如是不構成以香港的法例的一個刑事罪行的話 這個雙重犯罪原則不成立 不會考慮任何移交的程序 所以什麼叫double criminality 實際的操作是怎樣的呢 律政司的同事或者其實任何律師都應該會是這樣做 這些律師應該是很清楚的東西來的 律政司的同事就會看一下 在當地的法律下面 現在申請移交那個地方 它提出來的那些東西 是不是在當地有一個刑事的情況 它會看見一些證據 看見它那個刑事的罪行那個控訴是什麼 它去看的時候 如果我們修訂了那個條例之後 它就會看一下這個罪行 是不是我們那37種罪裏面的其中一種 還有是不是如果假若在當地判了有罪之後 它的判刑是三年或以上 這個去看外國的法律 外地的法律去看 看完這個外地法律之後 這個工作做完 第二個更重要的工作 或者大家很多時候都不記得了 所以我要詳細強調 它就會將在那個主張講那個事實 那個因由究竟怎樣發生的事 就將那個事拿來用香港法律去看 看看在那個事實或者那些證據上面 能不能夠構成到 在香港的法律裏面下面的一個刑事罪行 構成了它就要看一下 是不是那37個罪類裏面的其中一種 還有是不是判刑呢 是三年或以上 兩邊都符合了 才符合了一個普通法地方是很關注很重視的 就是雙重犯罪原則 所以不是說在外地的某一個刑事 香港就馬上一定移交 絕對不是 香港是對這個雙重犯罪原則 在一個普通法上面 我們是絕對遵守的 第二類 有很多類我不一個個講完 第二類 我經常聽到有些市民就很擔心 政治怎麼辦呢 政治犯 很清楚條例寫明 政治罪行 政治犯 我們是不移交 還有一些人說 萬一那個罪行 其實是寫明是別的東西 但是其實 後面是政治的呢 條例也都寫明 如果它是宗教 或者是種族 或者是政治的原因 無論它是明是 或者是在實質後面是 表面不是 但是實質後面是 我們去考慮的時候 我們都會考慮這個因素 如果是因為這些原因 不移交 所以在大家去考慮這個人權的保障的時候 大家要很清楚知道 這個審視第一 是由律政司審視 律政司審視完 建議給行政長官去啟動的程序之後 啟動了 逮捕了這個人之後 即刻 不是即刻 在一個很短的時間 他就是要去法庭的 剛才我所說 律政司做的事 在法庭的法官 是會重新做一次 他不會說 因為律政司拿了這些證據去 那他就會接受 因為他自己會重新看一次 他重新看的時候 那個被移交的人 也都會將他認為 譬如他不應該 證據不足夠 不構成在外地一個罪類 又或者他認為在香港不屬於一個罪類 又或者他認為其實是政治的問題 他全部有權聘請律師 可以向法庭那裏申請和主張 法庭是會看證據 聽完兩邊之後 才作出一個決定 是移交還是不移交 完之後 才最後再拿回行政長官 所以那個把關 不是就這樣很簡單 好像有一些 我剛才也聽到有些人 行政長官是一個人 可以最終說完事 絕對不是 這個是錯的 行政 在法庭那裏 那個被移交的那位人士 是有絕對的權力 可以提出他的主張 和他的看法 我想在這裏 我希望就那個程序 跟大家講清楚 這個程序和保障 其實就是這樣 我希望大家理解 這件事之後 去報道這件事件的時候 就會完整一些 是 是 師長 師長其實有兩個問題 最主要就是 陸委會 台灣陸委會 其實已經說得很清楚 他支持現在 至少對現在 政府修禮的方式 是有很久 政府一直表現 就是說 其實這次修禮 為了張建公義 為台灣 馬上任何死者 如果台灣方面 一早已經說了這樣 而政府繼續這樣 用現在的方式 來修禮 怎樣會當到 那個死者 或者他的家屬 另外就是 法律層面上 就是 這個 奈律師公會 有一個 執委 他都說回 現在法庭 你剛才說說 有打關的 但他就說 其實法庭只能夠審視 是不是有些表現證據 也都 有一些 律政司的前專員 也都說回 現在根據新修訂的建議 日後申請的引導文件 是不需要法官 裁判官或者官員 簽證認證 是否變相 就避免了 對現在人士的權利保障 其實這方面 你有沒有問題 多謝你的問題 我先回答後面 那個問題 因為時間我沒有一個個去講 首先在法庭的程序 剛才我跟大家講 法庭會聽 律政司的主張意見 提出的相關資料 當然這些資料 是由申請移交的國家 那個地方 提給香港政府去考慮的 那這些文件提了 這些證據提了 給法庭的時候 被移交的那位人士 他可以是主張認為夠 或者不夠等等 法庭所採取那個standard 或者那個制度 是怎樣呢 他要考慮 是不是有表面證據 這個表面證據 有些人覺得很容易 隨便什麼都可以表面證據 對不起 這個又不是對的 表面證據 其實等於去到怎樣 即是說 如果你要在香港的法院 我要起訴某一個人士的時候 法院聽完控方的證據之後 他覺得辯方是需要答辯的 即是有case to answer 我們才叫做表面證據 法庭是用這個 按法律的理解 法庭是要用這個原則 去符合這個表面證據 另外你剛才在這條問題的B 即是第二個部分 就是提交些什麼東西的文件 法院提交還是怎樣 在現時的法例那裡 其實是大家要看一看法例 其實現時的法例 都是說可以是法庭 或者是有一些政府的 相關的機構去提交 每一個地方做法一向都是不同 有些來申請的時候 是法庭提交 有些地方是相關的政府部門提交 所以這個做法 全部都是法庭提交的 這個我想有少少 有少少可能不是那麼全面 理解的條例的一個情況 所以這點我希望講清楚 回答你第一條題目 我們知道我們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 在一個法治社會裡面 是沒有理由是完全沒有辦法 可以就著一些我們知道 逃走來香港的逃犯的 其實這個整體這個修例 是令到我們可以作為一個法治國家 彰顯公義和彰顯法治是必須要有的一個條例 令至一些逃離香港的逃犯在那裡 我們可以是可以有一個合法 有一個法例 有一個制度是可以將它移交回到相關的地方 是進行審訊的 至於究竟我們能做到還是不能做到 我們當然第一件事要立法會 如果立法會都不通過 那我們就繼續是沒有一個做到 我們應該 就是其實作為任何一個律師 應該是對這一點 應該是希望有一個制度的情況 至於你說台灣那邊的具體情況 我或者我只可以引述局長都講過 的確是台灣是有跟他溝通過 實際怎樣操作 我覺得我們先做好我們自己先 先要做好我們自己 我們要盡快立法 我們才可以就著這件案 是可以繼續去進行的 是可以繼續去進行的 可以告訴我我 我沒有理解 你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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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白這件案 是我的問題 我問我 我問你不明白 你不明白 我問你不明白 你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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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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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件案 事件案 你不明白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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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是一个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除了直接发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是否并论它的司法 其实本地区是不可以 因此这条罪而申请的 是否一个闷队呢 地方不去评论别人国家的做法 别人的法域的做法呢 其实这个是国际上很常用的一个惯例 是一个international law and practice 的东西 但是呢 我们现在去看的呢 你们就是担心 比如在那个外地的司法制度是怎样 那我们很重要的呢 我们现在 我们要理解现在那条条例 其实是在做一些什么 香港呢 是和20个国家 是签订了 双边的安排移交逃犯 而这20个国家里面呢 包括有澳洲 有荷兰 有菲律宾 那这些国家呢 我们都是有相关的安排 以这个条例要处理的 为什么要个案式安排呢 是当我们未曾和另外的170多个国家 或者地域 去达成任何双边的安排的时候呢 我们都要有一个制度 令到那些疑犯在香港的话呢 是有一个规则 有一个rule based 有一个制度 有一个法律呢 是可以将它移交的 那所以我们需要是就着这个法律呢 是尽快是修订 令到我们是可以做这一件事 那至于那个修订 那个序类的情况呢 其实呢 是有一个考虑的 那我想局长和行政长官呢 都听过很多人的意见之后呢 认为这个修例呢 这个修订呢 这个修订呢 是恰当的 那所以呢 他们是作出这一个修正 那他也都呢 其实除了在序类那里 那里有一个修正呢 其实也是对于那个判刑 那个时间呢 也都有一个修正 现时是三年的 那所以呢 是整体去看一件事情的 谢谢 谢谢 膠白症